海棉哥哥的 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海棉哥哥的頻道 我是海棉哥 今天要介紹的遊戲是 Switch的Pokemon Unite 這是一款很多人連線的MOBA遊戲 那它是免費的 遊戲模式就像王者榮耀跟英雄聯盟那樣是5v5的遊戲喔 不過它是由騰訊旗下的天美工作室來製作的 所以引起很多玩家不滿 首播宣傳影片成為寶可夢在YouTube官方頻道最多最多不喜歡的影片 不過是免費的嘛 我們還是玩玩看到底好不好玩喔 它主要的遊戲模式有三種 排位賽標準對戰跟快速對戰 排位賽跟標準對戰的遊戲玩法是一樣的 排位賽的話要有5隻寶可夢才能贊價喔 標準對戰就是沒有排名而已 就比較偏向輕鬆玩的遊戲模式 快速對戰就比較不一樣了 那它有三個地圖 但是每天輪的 所以每天都是不一樣的地圖 兩個地圖是4v4的 一個是3v3的 遊戲時間只需要5分鐘 所以沒有時間的話可以開這個模式來玩一下 不過它的獎勵經驗值那些都只有一半而已 除了我剛才說的三種遊戲模式以外 其實它還有一個練習場 就算我們沒有買過的寶可夢 在練習場也可以使用來看強不強好不好用喔 所以買之前你可以先用練習場試試看 因為我爬文大家都說目前寶可夢的平衡很差 所以某些的寶可夢特別的強 我自己碰到是覺得閃燕王牌超強的 遠遠的就一直射一直射一直射 然後我也很難接近 不過它好像還是需要隊友幫檔一下 這個遊戲分上路跟下路 那中間都是野區 上下路跟野區都有一些野生的Pokemon 那我們都要先打他們來得分 再去對方的得分區灌籃 得分到一定程度他們的得分區就會爆開 就有點像拆塔的方式 不過這個遊戲不用擦眼 因為它沒有這個東西 所以躲在草叢的Pokemon你是看不到的喔 地圖上的野怪啊 還有一些比較特別的 不是只有分數而已 它還有一些附加的能力 像是洛托姆 打贏他以後 他會慢慢的向對方的得分區前進 如果抵達以後 我們隊伍會得到20分 而且對方得分區還會故障 故障的時候 我們得分速度會大幅提升喔 暴石龜會得到一段時間的護盾 另外全隊都還升一級 所以千萬不要錯過暴石龜 閃電鳥的話 它是逆轉必殺的野怪 擊殺後 每個人可以得到30分 然後對方得分區全部故障 配合最後兩分鐘Double分數 我們就可以直接逆轉啦 Pokemon的強度呢 完全是靠升級 因為它沒有所謂的裝備 不過遊戲開始前 我們可以裝備三個持有物 它有1到30級 需要用強化組件來升級 如果課金玩家 直接用寶石把等級灌到滿的話 一開始就會比其他玩家強很多 所以有一些玩家是不太高興 有這種課金會影響 不佔你了 不過免費的玩家 還是可以慢慢農上來到滿級 不過就是 花的時間比較久 比較辛苦這樣 不過玩到後期 其實大家應該都滿級了 所以我覺得 也只有一開始的時候 影響會比較大 另外還有對戰道具 它其實就像LL的召喚師技能 像是11級解鎖的逃脫按鈕 就跟LL的閃線是一樣的效果 它總共有8種對戰道具 要到16級才能全部都解鎖 有些技能也真的跟LL很像 我們的Pokemon呢 主要有兩個招式 一個大絕招 再加上一個普通攻擊 還有一個對戰道具可以使用 所以我們能操作的空間 就是比英雄聯盟少一些啦 目前有17隻寶可夢可以選 主要分為 攻擊、防禦、敏捷、輔助 還有平衡型 我們的Pokemon會慢慢的成長 但是每一隻不一樣 有的會長大 但是有的到滿級了都還是長的一樣 我覺得有的Pokemon 不長大比較可愛啦 不過就算不會長大 他們招式還是可以升級 但是也不是固定的 我們要點那個寶可夢裡面的 成長之路看一下 你才知道他 升幾級的時候 可以選擇新的招式 因為每一隻Pokemon呢都不太一樣喔 像是大絕招也是有的 8級就可以學到了 那有的要10級才有 那升級的時候 招式的選擇也是很重要 因為有些攻擊型的招式 你選了輔助型的招式進去 他就會取代掉 然後你用的時候 如果你是選錯的話 你會覺得 幹怎麼變得這麼爛 這個遊戲的商城呢 有4種可以購買東西的貨幣 有必要搞這麼複雜嗎 所以我還是來跟大家 講解一下 1要4筆 他可以買 寶可夢的集結證 還有一些 旗有物道具 只要玩遊戲跟任務就可以獲得 1要4券能買 旗有物道具 但是最重要的是 他是唯一能買 強化組件的貨幣喔 所以他非常的重要 不要亂花 那有一部分的實裝 也可以用1要4券來買 那我們儲值後呢 得到的就是寶石 寶石除了 前面講的強化組件以外 都可以買 還有一些只能用 實裝券獲得的外觀裝備 這個寶石就不能買囉 另外1要4券也不能用寶石買 只能任務獲得 欸 那這邊我就覺得奇怪了 只有1要4券能買強化組件 那寶石又不能買1要4券 只有通行證的任務 會有多一些1要4券 那其實要靠課金 把強化組件灌滿 也不是很容易啊 因為寶石不能直接買 這個是不是假議題啊 目前呢 遊戲有14天新手大禮 第二天可以得到阿羅拉九尾 第八天有閃燕王牌 那第14天有賈賀人蛙 所以記得這三隻寶可夢先不要買 不然就浪費你的1要4B囉 目前還有搶先下載特點 記得看你的郵件 裡面有傑拉奧拉的集結參賽證喔 所以這隻也不用買啦 另外現在新手升到5級 還有送廟挖花 所以這些都不要嘛 記得記得 以上是新手的注意事項 但是這些活動我也不知道可以持續多久 那這個遊戲到底好不好玩呢 我是覺得它就是比較簡化版的 MOBA遊戲 雖然它可以操作的空間 比較少一些 但是我是覺得還不錯玩 不過現在的平衡度不是很好 還有持有霧道具 課金就能先全版 所以有的人會覺得有點不爽 那這種遊戲的熱度維持呢 主要是靠更新 有的遊戲其實蠻好玩的 像是Battle Ride 不太有名 不過它其實就是更新太慢 但是蠻好玩的 但是熱度掉下來就不行了 現在才過沒有多久而已 就馬上更新了第一隻Pokemon 所以看來它的更新速度 是不會太慢的 就熱度比較能維持 再加上Pokemon這個強大的IP 我是覺得這個遊戲能活很久 所以我應該會繼續玩 你也可以試試看啦 反正免費嘛 這個CP值蠻高的 課金的東行證 我覺得其實也蠻便宜的 搞不好我也會買 那東行證可以得到 比較多的資源 以前是有兩套造型 一個是皮卡丘 一個是閃燕王牌 不過要通行證有等級喔 閃燕王牌是滿級才會有 所以要買通行證的人要注意一下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請幫我訂閱或按讚 我們下次見喔 掰掰